而在台东中央市场以及开封市场 最近是窃盗平传 由于对鸳鸯大盗不分白天黑夜 直接潜入到市场内 趁着摊商不注意偷走包包 手机等物品 随后扬长而去 让市场内的摊贩人心惶惶 担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而台东警分局目前是正照 依照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来全力寻找窃贼 从摊商所提供的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见 一名身穿短袖短裤的女生 进入到仓库内 伸手在包包内不断翻找 但她却不是这个包包的主人 而当有人发现询问时 她竟然还大言不惨地表示 包包是自己的 而从另外一个市场的监视器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个人先是骑乘摩托车 将车辆停在远处后 由女方下车走到一台货车旁进行偷窃 得手后再由同伙骑乘机车将她载走 而以上这些影片都是最近台东中央市场 以及开封市场召窃的画面 而这对嚣张的嫌犯 都专门挑摊放正在忙碌的时间进行行窃 让摊商十分气愤 并希望警方赶紧抓到凶手 三月三十一号就来偷 三月三十一号来偷 前后不到一个月呢 然后这个 好像四月十五号又来偷我们隔壁的包 然后昨天 三月二十五 又去偷我小叔开封市场 又去那边偷 各个市场一直都到处在偷 而且都白天光天化日 真的是太可恶了 我十二点十八我从头上在撕尼麦 从后面给我偷 我会偷偷 那是几个人可以的吗 几个人 我的人里面就是外套 还有一个手机带里面有钱 还有两个视频 我要共産婚女生要用的那个 会员袋会有没有的样品 那不就可以 都不可以 还我没有啊 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对窃嫌就这么大摇大摆的 数次进行行窃 也导致目前市场里人心惶惶 摊犯们都担心一不小心 自己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而目前台东警分局 也根据民众所提供的监视器画面 搜寻这两名嫌疑人 记者陈继琳台东市报导 京市场里面有什么地方 建议 老了 展胎 展胎 展胎